当初他追你追的 全校闻名的时候 我就劝你慎重 后来你工作了 他又追你追的全公司 无人不知 我依然劝你慎重 可惜啊 猎女怕蝉狼啊 他追了我整整五年 才刚在一起就劈腿了 这人怎么可以说变就变呢 你能相信吗 他只拿走了 最值钱的一样 一个金凶针 这月星中真是个人才 我跟你说 分手我只有一点点生气 但是看到这些之后 我真的离当场去世就只差 那么一点点 好了 别气了啊 这种人不值得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吧 这种男人不能要 自己能不能涅槃还不一定呢 还烧焦了你珍贵的羽毛 我都不值得啊 我要化悲愤为工作的动力 明天上班继续攻略试验 你跟我说实话啊 被戴的绿帽子 一点都不难过 唯一让我难过的是我居然不如一辆车 但是刚才在医院 我觉得应该踹你那个破车一脚 你还好没踹 要不然还得落个人才两空 这个月星周啊 当初他追你追的全校闻名的时候 我就劝你慎重 后来你工作了 他又追你追的全公司无人不知 我依然劝你慎重 可惜啊 猎女怕蝉狼啊 他追了我整整五年 才刚在一起就劈腿了 这人怎么可以说变就变呢 因为到了社会以后 人们才会发现 面包真的比爱情重要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智者不入爱河 女人要搞事业 只有自己和自己努力得到的一切 永远都不会背叛自己 道理我都懂 但输给一辆车 我不服 你不服就赢给他看啊 嗯 似乎有点道理啊 嗯 我赶紧 你随意 胖 不服